大家好,我是北美彪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披萨 首先我们要先和一个面 用到料是两杯面粉 20克黄油 一杯温开水 四分之一茶匙的小苏打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糖 两茶匙干的发酵粉 好,现在我们开始和面 好,首先将 水 花椒粉 糖 鱼 放置10分钟 我们做的吃香肠披萨 用的是香肠切片 马斯里拉起司 还有帕米档切 还有就是白铁酱 10分钟用到 我们将面粉 盐 香酥辣 放油 放油 好,和好的面团盖 盖保鲜膜 醒发 40分钟 好 现在我们的面 放好 拿出 放好后 不用怎么很柔 分成 四半 这是这么简单的 放下 这样就可以 放到一边 现在我们将 这个面筋 这个面筋擀圆 这个面筋擀圆 鱼 边上 留一个边 然后再放上我们的 香肠 上面再撒上 巴米档起司 好 这样放入烤箱 350度 20分钟左右 我们披萨 烤好了 现在拿出 我们切一下 下面再撒上一些小葱 下面再撒上一些小葱 一个家庭版的披萨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